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都说啊,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 过去先生总说,这是因为年轻人看水浒,总学得打打杀杀,太暴宁。 而三国充满了儿鱼我诈,在生命的尽头再思考这些也未免太凉薄。 但是现在看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拿水浒传里有名的林冲业奔来说, 本来好好的一个顺民,愣是给逼上了梁山,说明这世道压根就不是给好人准备的。 年轻人要是打小就明白了这个,谁还去好好的种田放牛,建设社会主义啊,直接就造反去了。 都说啊,乱世的时候信心是黄金,现在乱世到了,信心也没了。 相信这几天大家肯定都看到了上海的消息,乌央乌央的打工人在虹桥火车站门口, 是彻夜排着队,蔓延了几公里,为的就是踏上回家的列车。 这里啊,有的是误入上海被迫滞留的,而更多的是曾经建设这个城市的打工人。 虽然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的汗水,可这一回全程静默, 却把这里不属于他们的真相写的那么赤裸裸。 所以在经历了快两个月不人不轨的日子之后,随着上海社会面清零的一声令响, 每个人都想逃离这个漩涡。 所以啊,这些人聚集在火车站,等待着进站,等着买票,一站就是几十个小时。 而由于现在上海的交通没有恢复,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走着来的, 因为出租车要么打不到,要么加价连小费都单成一千多。 僧多肉少,是形容中国发生任何事儿最合适的描述,这回的车票也是。 再加上挣钱不寒碜的想法,于是黄牛贫出,一张车票能加到几百上千。 但是很多人居然表示很感谢他们,因为能走就比死在这儿强。 来时一团火,去时满天星,没人知道这些匆匆的旅客经历了怎样的绝望。 而随着大批群众撤离,滞留在上海的人们似乎也没有过得更好。 普通百姓一个个排着队等着被捅嗓子,而身边的杨大人却能开心的跑着步, 并且不戴口罩。这样拧巴的氛围造成了更多的冲突。 今天一个男子划伤了居委会干部,随后打算自尽,这种不死不休的底层纠纷出现, 似乎印证了国歌里唱的,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而政府依据,他有抑郁症,就想堵住悠悠众口,可谁都清楚,是谁把林冲逼成这样的。 于是网上的支持声,反而比声讨的动静更高。 天下苦勤久矣,可是秦还以为自己做的挺好。 失去了打工人的上海,能不能恢复到往日的繁华,没人知道。 而领导们关心的,却只不过是还能不能挣钱,让骡子继续围着磨盘跑。 这不是中央要求上海赶紧复工复产,好拽住了外资,让洋大人们别跑嘛。 但是打工人走了,企业心凉了,所以对于这个要求,大家是宁可钱不挣,也不想恶心自己。 所以摩羊工不复工也不复产,这下换作政府级了。 所以今天上海又宣布了慎人的政策,说啊,你不积极,我帮你积极。 要推出各种紧迫盯人的防守姿势,逼迫企业复工复产,达不到要求的就得带走转转。 从什么点对点反港、气泡式管理和复工获得感的文字中,哪有对人的怜悯, 不过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和轻免。 这一车拉走,晚上是给你洗澡还是放气,在奥斯维护的老百姓,又何曾能预见。 之前那些对于中国在新疆强迫劳动报道还嗤之以鼻的人啊, 这次也算是有了亲身体验。 当你为别人的苦难喝彩时,又可知你也是苦难中的一员。 所以尽管政府天天造谣不断,还是有不少企业打算硬钢,就是不付工夫产。 而上海模式也在一步步的全国推广,你就拿今天的北京来说吧。 事情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反而越来越糟。 丰台全区提升了管控等级,饭店不让开,而学也不用上,弄的跟真事一样。 但是胡同里那些天天随地吐痰的大爷大妈,却摇身一变成了志愿者, 不仅给人家测体温,还没忘了闲话家常。 按照小麦布二大爷的话来说,这就是为了关而关,这几年浪费的生命,跟那十年一个样。 而北京上海一团乱麻,其他地方也是狼烟四起,经济是哪儿哪儿都不行了。 就连最爱消费享受的四川,也被迫搞起了消费券,鼓励零售餐饮个体户让利促销, 好,把经济的数据搞上去。 这种有钱才能省钱的套路,到底会不会比资本主义直接发钱更好,每个人心里都有定论。 而真正需要的人永远吃不上免费的饭,所有的馅饼背后都有鱼钩, 这也十分符合社会主义的国情。 而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金钱如粪土, 因为你费劲挣了半天,很有可能被人家一铲子都掏走。 这不,这几天河南、安徽等地近3000位储户在村镇银行没有办法取钱,手机APP是暂停服务。 而去到柜台,人家告诉你对不起,现在系统故障,麻烦你回去。 这一下子老百姓不乐意了,都在网上发声,这一算才知道,涉及的金额高达12亿。 而随着政府的介入,事情的疑点也越来越多,本身以为正规的银行,摇身一变,变成了非法融资机构。 而这些储户的钱,也变成了人家的非法收益。 银行、农村储户存款这事儿,很多人都听过,但是都选择不相信。 但这回赤裸裸的现实告诉大家伙,甭管承诺是怎么说的,钱没了是真。 而政府对于此事的处理态度,也是暧昧不明。 左手说着,百姓合法存款不容侵犯,而右手就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小领导背锅, 说钱都让他转移了。 而因为百姓恐慌,所以都去银行取钱发生了挤兑,所以更多银行爆出了不给取的情况, 造成了大规模恐慌。 于是,连最开始的银行爆雷的消息也一并被压了下去。 也是,在中国哪有禁得住茶的事儿,每天都如履薄冰。 啊对了,光说了少不看水浒,没说老不看三国,诸葛亮聪明一世, 却因为扶不起的阿斗机关算尽,错误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结局也就是一败涂地。 老百姓家破人亡,阿斗还能乐不思蜀,你说这世道神不神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上海爆发离户潮是一时的还是会形成常态呢? 而中国政府不在乎百姓死活,只一味喊着复工复产,又说明了什么呢?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谢观看,下期再见,拜拜!